12日9点30分 备受关注的上访妈妈唐慧 起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案正式开庭 不过最后唐慧败诉 不会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的请求 2006年 唐慧11岁的女儿被多人强奸并被逼卖淫 唐慧认为在立案和审理期间 当地公安部门个别民警存在赌职行为 为此唐慧多年上访 2012年8月2日 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唐慧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 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多次 走出劳教所后 唐慧向永州市劳教委申请国家赔偿 但被驳回 今天法院开庭 处理唐慧起诉 湖南永州市劳教委案 经过一天的审理 仍旧是得到这样的结局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拨回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的请求 明州市劳教委赔偿的请求 明州市劳教委赔偿的请求